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为您特别奉上的实施政论节目议员讲坛 我是宋雪亭 行政会完成讨论物业管理范畴的清洁及保安雇员的最低工资法律草案 建议订定最低工资实行为30元 日薪为240元 及月薪为6240元 而业界人士就称最低工资实施后增加的成本并将转嫁在管理费上 预计物业管理费将增加三至五成 请业主要做好心理准备 最低工资是指劳动关系法所定定的基本报酬 但不包括超时工作报酬 也不包括商量或其他同类性质的给付 据澳门统计局资料显示 截至到去年底全澳就业人口约36万 其中从事保安、清洁及管理人数包括外劳在内为1.08万人 按正常每日工作8小时 每月26日计算 即月薪在5000元左右 时薪介乎在18至26元之间 大公司时薪可以达到26元 但大多数中小企员工基本时薪为20或21元 近日行政会公布已完成讨论最低工资法律草案 建议物业管理行业的清洁及保安工作最低时薪30元 并且每年作检讨 法浪建议法律公布后满180日之后生效 最低工资究竟何时开始正式实施 希望不会一拖再拖 尊重最基本的劳动力有价原则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时事政论节目议员讲坛 我是宋雪亭 今天议员讲坛邀请到的嘉宾是澳门立法会议员李静怡 欢迎李议员 以及澳门30行动联盟副理事长张海军 欢迎张先生 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有关最低工资等相关议题 政府引介物管行业清洁保安员最低工资立法草案 建议订定时薪为30元日薪为240元及月薪为6240元 那么与之前的28元做了一些上调 您对这个结果怎么看呢李议员 其实在之前的整个咨询的过程里面 很多的居民或者雇员他们都反映 现在澳门的经济物价等等通胀很高 其实28元真的不适合的 大家都觉得起码就是30元以上 才可以回应到这些低生育雇员在生活上的保障 所以之前在整个看回我们的建议或者政府的咨询方案 大家都会觉得30元这个是至少应该要有的水平 当然政府平衡各方面出了28元 但是两个问题的第一就是回应不了我们大家都觉得30元才对的最低工资的水平 另外一个就是要看回整个法案在现在定的一个水平 直到它去审议完毕通过生效 还要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30元这个数可能到时都未必对的了 但是至少在这里居民会觉得不至于定一个最低工资的水平 而令到对这些低生育雇员的帮助性不大 28元其实真的不大 所以30元以上是我们觉得至少合理一点的水平 张先生你对此怎么看 像我们的30行动那样 之前都在三年五月和十一月我们都带个信 其实那时候我们一直在强调 必须要30元或以上 其实我们都认为那时候还是12000元 是本地居民收入中位数的时候 承诺去6000多元 叫做一半多一点 那也是可以接受 其实时至现在可能收入中位数已经去到13000元 接下来过完刚刚说的立法程序 可能要半年甚至一年更久的时间 不肯定了 所以其实那里我们的收入中位数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通胀情况也好 其实都已经是和现在有很大的变化了 所以其实它现在由28 正式跟大家说明了 跳到8月30的建议 我觉得这是有一个绝对的需要性 未来甚至希望可以去到立法会 一般性通过了之后 那么小组会讨论的时候 看看没有办法 提高更多 提高多一点 令到它 即是可以符合回澳门变化的情况 那么定力最低工资 这个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 那么也可能会加快这个通胀 那么草案经过立法会的程序后 还要等待180天 可能180天过后已经是务事人非 这个到底能不能追得上通胀呢 其实之前在讨论整个最低工资的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定一个数字是必须的 但问题就是你纯粹是说 我一个30元好 30元一定29 其实这里是需要有一定的公息 或者一些很明晰的因素 因为最低工资始终会是要息事去调整 我们现在也都说 我们希望会练一件 就正如刚才的张三所说 在整个法案生效之后 可能还要等一段很长一段时间 第一我们是不希望拖延那么久 因为其实你拖延了实施 我们就算说到最低工资的金额是多合理也好 其实这一方面的从业园 他们都是收不到这笔钱 因为法律未生效 所以不希望拖延 第二就是在生效的时候 其实都应该要检视一下 30元这个水平 去到真的落实的时候 是否已经有滞后了 就是已经不适合了 又再次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很难预计 在立法会这个法案的审议 需要等多久 做完之后 他法案现在建议 还要等多180天 这个我觉得绝对不应该等180天 为什么法案生效之后 要等半年时间才实施呢 你又再放一件事 去拖延了顾员实际收到这个最低工资 所以其实在这里 第一不应该等180天 另外一个就是 将来你说审议完之后 是否有一个自动的调节 再看回这个30元的水平是怎样 参考回鄰近的香港 其实他当年做最低工资的时候 做法就是 一方面在立法会讨论法案 一些内民技术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会有一个委员会 去继续做一些 比如搜集资讯数据 然后再定 好了 立法会通过了法律之后 然后他们再定一个适当的水平 就在稍后正式去实施 其实他们的经验是两步同时去做 令到这个数额不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定下来 但是拖延得太长令到它滞后 其实他就会用一个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其实澳门在最低工资的订定上 都应该是 参考一个这样的方式 当时也有建议给政府 当然他现在说我 先讲了这个金额给大家知道 但是去到最后 其实应该是实施的时候 也都需要检视一下 这个金额是否又已经落后于整个通胀 令到雇员都不能够受到一个暴涨 好的 其实业界人士也就称 这个最低工资实施后 增加的这个成本将会转嫁在管理费上 那么预计物业管理费也是增加三至五成 那么这样会不会造成一个就是 业主与局管理公司这样的一个矛盾 张先生 那本身他调升了最低工资 就是设立了这件事 然后令到增加了他的经营成本 然后转嫁给消费者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厚非的 但是他增加的程度 是不是合理是另一回事 他现在说三至五成 要么他其实是借着这个机会 和大家拗大价 去找机会找些借口 去令到自己增加自己的收入利益 那否则 其实如果他劳动成本真的占这么重的话 现在调升了有多少 其实都是三十元 假设真的有三十元 他原先可以和他相差三至五成 劳动成本 他转嫁进去全部的基硬成本 都拗给消费者 其实那个胜幅是有不合理的 而且他本身可能是严重地剥削工人 其实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他原先的前提已经不合理了 现在调升之后 他要将全部的推给消费者 自己不拿回一些责任 我一定说这是不合理的事情 你认为这个怎么看 其实在整个物业管理行业中 当然人力的成本占比较大比例 但我觉得两件事 一个就是其实他们应该要给清楚 一些数 譬如他们的成本是怎样占多少 他们的开支是怎样的情况 是给清楚小业主大家去知识 究竟是否真的要加到一个这样的水平 其实现在有很多小业主 可能他们都会有疑问 他们所聘请的管理公司的收费 可能大家感觉是挺贵的 究竟是否真的用于放在人力上 还是在其他利润上计算 大家觉得是不合理的 我觉得这是有必要他们加得清楚 但是更重要一点就是 过往物业管理行业 大家都知道工资是真的比较低 如果现在我们仍然要用一个 最低的工资6000多元 才可以保障到他们有这个水平 证明就是过往他们的数字 肯定比这个低 我们现在知道物业管理行业 有很多的员工 他们做成12、3个小时一天 但是为什么他们做那么长时间 就是因为他每个小时的收入是非常之低 令到他们不做多些时间 他们赚不到一个多一些的收入回来 现在有一些12、3个小时仍然收紧4000元 也都有 政府有一个叫低收入的工作收入补贴 5000元以下就可以申请 但是物业管理行业仍然有一批的从业员 是要申请这个才可以维生 大家就可以看看过去这么多年 我们从来都没有很合理地给到这些工资水平 给物业管理员 令到他们长期的收入偏低 好了 今次由他们过往的金额 调升到30元 大家觉得差距很大 增幅很大 成本很高 但其实我们检视上是我们过去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真正合理给他们应得的劳动报酬 给这些物业管理员 很简单一个 如果我现在还要申请5000元的工作收入补贴 但我要做成12个小时 这些从业员肯定20元都不够 一个小时 20元都不够 调升到30元 真是很高的升幅比例 好像多了很多 但问题就是 个个个为何它20元一个小时都不够呢 是不是我们这么多年 真的压低了这些行业从业员的薪酬呢 这个我觉得值得去思考 好的 那么其实最低工资这种制度 也是从无到有 那么这样看来的就是法律制度 以及相关的配套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张先生 那其实最低工资的问题呢 就很多地方都已经有了 那澳门呢 我觉得已经是比较落后 就是发展得比较落后这方面 那现在澳门正在一个经济比较繁荣的时机 那都不做 是等到 难道要衰落的时候才做什么 那我觉得是 就是越快越好 那而且 现在来进行政府 他讲到说一连一检这个问题 其实我认为是需要的 那之前提过两年一检 现在变成一连一检 我觉得是好事 那无论是对于劳方或是资方 都是增加它的弹性 那如果经济是好的 然后大家急急地提升了通胀 那它自然应该 尽快提升它的最低工资水平 那如果经济真的衰退的 那一连一检都可以令到资方 有足够的弹性 去调节它们的薪酬 不会说迫着要给很高的薪酬 但是市场今天负荷不利 那所以其实一连一检 我都是有需要 并且是对社会是有帮助 那而这个整体债务建设 我认为是一直以来都需要 现在来到这个时机 就不要放过 应该尽快去过了这件事情 对于法律制度和相关配套 李源你怎么看呢 是不是要加大一些功夫呢 政府 其实现在在整个最低工资走下来 例如好像鄰近地区 它在做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一些涉及到 本身劳动法律上的一些不清晰问题 但是澳门在 我们看回整个最低工资的研究 它似乎不存在这个 因为我们的劳工法本身写得比较清楚 譬如它一些什么为公时 什么为止休息时间 怎样去计算这些 其实它会在劳工法上写得比较清楚 现在反而就是在最低工资 今次这个法案里面 我自己觉得有点细节是会出现问题的 譬如说它容许在计算 什么为止最低工资 每个时薪是怎样计算呢 它就是容许将一些津贴项目 放在一起去计算 就是说它不只是说底薪 而是底薪加津贴项目的一个收入 然后去符合30元最低工资就可以了 即是符合法律 但是在这里 它就容许了这个津贴项目 是占最多六分之一 在这里会在计算的细节上 令到一些雇员的加班的收入 超时工作的收入 其实是又不适合的 可能很难在这里去解释 很具体怎样去 但是这方面在一个法案里面 我自己觉得在细节上 会出一些问题 所以具体审议法案的时候 都会提出这方面的意见 好的 那么相关议题我们稍后讨论 广告回来我们一起听一听市民的新声 欢迎回来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时事政论节目 议员讲谈 我是宋雪亭 也有许多市民踊跃的参与到 我们的互动民意咨询平台上来 有市民就担心这个最低工资的设立 会不会导致一些企业想办法辞去一些本地的雇员 而聘其一些外雇只是因为他们的价格比较低廉 李宇人 本身澳门我们觉得更需要最低工资的原因 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是一个外雇政策 政府为了回应企业说人资不足 于是容许它输入外雇 在这里会干扰了我们正常的人资公投 本身澳门人资源不足的情况下 你就应该要加工资、挽留雇员改善条件 这个正常 但正正因为有外雇输入 我们请不到本地人就有外雇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企业就更加缺乏动力去提升薪酬 物业管理员这些行业 正正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他们可以长期都不需要加工资 但是这些管理员 他们都要继续做事 因为不做事我没有收入的 但问题就是 我也都没有耳价能力跟雇主说加工资 所以正正就是澳门更需要最低工资的原因 出现了最低工资之后 如果这个外雇政策仍然是一个这样的方向 就是你不能够有效保障本地人的就业 令到他们的耳价能力很低 很容易被企业被外劳取替的话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不合理的情况 所谓现在我们会出现 可能一些解雇裁员的情况 我觉得不是最低工资出现的结果 而是我们一个粗疏的外雇政策 造成的负面效果 所以最低工资走完之后 大家所担心的这件事会不会出现 关键在于政府有没有拿好外雇政策 就是有没有真的去监管好企业 是纯粹因为人资不足才可以输入一些補充人力 而不是为了取代本地雇员的工作职位 我觉得是监管外雇政策上的实施执行上 政府有这个责任 如果做得好的话 是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裁员的情况 因为企业在说我人资不足 如果你还可以裁减本地人 可以让本地人离职的话 证明你的人资情况是解决得到 我觉得外雇这里就要收紧它 在这样的政策 或者这样的处理手法之下 企业才不会容易去滥用 随便去解雇本地人 然后就为了便宜一些 因为我们在说澳门的外雇输入 它不是一种廉价的竞争 它纯粹在说我不够人才让它进来 如果你是说因为本地人多了工资30元 然后外雇我炒了本地人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违反了澳门 本地人就业优先的这个政策 其实也有市民担心 设立了这个最低工资制度之后 可能引发这种人员流动的状况 也可能一些老者或者一些弱者 就失去了工作 对此你怎么看呢张先生 其实我会认为本身最低工资 无论是很多地方其实都有实践 他们是不是对那群弱势群体有这么大冲击 其实如果是这么严重 我相信很多地方已经取消了 并且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澳门本身前提就是 浪动力是比较紧缺的 你见到一点几百分比 你哪会找到别的地方是这么低的失业率 而且好像李小姐刚刚说的 如果他是外雇政策持得紧的 他不要给一个机会 因为他觉得 现在我们本地人提高了薪酬 他就要财减 然后就换一批人 其实我觉得他未必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压力 导致这个弱势群体会因此而淘汰 其实这个同时保障本地人 不会因为是劳动力上的价格 是高一点然后就被人取代了 而且并且也保障别人过来 做澳门的工作 亦都给予一个人道的薪酬给他 其实无论对于外地人还是本地人 其实这是一个相同的报酬 我认为是对彼此也有保障 如果在这些配套足够做得好 并且刚刚提到的外劳政策 他要握得紧 我认为是不会存在 无端端裁了大批人或一批弱势人士 还有就是他现在的外劳政策 其实可能会有些漏洞 如果不是市民或是劳方去举报 可能就是这样 雇主就名义上有一批本地人 实际上其实他们是没有正式在做事 然后就有大件 因为我们法律规定了 他有多少百分比的本地人 才可以请几多外劳 然后这部分 有时他用一个假的名额 然后就拿了多些外劳额 其实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在我们社会上 只不过是未必有 那么多人能够有能力举报出来 一来一般人士 我们未必会知道 那么多实体情况 二来就是劳方 其实不敢去举报出来 因为他还想有这份工 所以我觉得国方 就要做多些这些功夫 真正正下去去调查多些 这样才可以真正保障本地雇员的利益 好的 那么其实资方代表也是称了 这个清洁保安这两个行业的最低工资 他们认为是订得稍微有点过高了 可能将会拉低其他行业的最低工资的设立 就是也会拉低一些 也会拉高膨胀以及拉高这个管理费 那么他们也是认为呢 这个强调这个最低工资定定 并非是单纯的老资双方的问题 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对于他们这个观点 你是怎么看的呢 李源 澳门其实就是 我们现在正式做了最低工资立法 之前就只有是政府外判服务的 这些清洁和保安员才有最低工资 那么我觉得值得去看下 其他一些的国家地区 去做最低工资之后的情况 其实很多都会看回 其实真的不是说出现一个这样 那么极端 由没有最低工资到有最低工资之后 整个社会可能通胀又非常高 失业又很严重 其实反而不是一种这样的情况 其实看回我们的失业等等的情况 跟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 的关系更大 香港比较近我们一些 看回他从前三年开始 即11年开始 行了新的实施最低工资 实施了之后他们的一些总结报告 给到我们一些讯息 基于香港这几年 其实他的经济发展都比较好 在最低工资实行之后 这些雇员的薪酬是拉高了 即是好回改善 但因为他们的经济发展好 就导致其实他们的企业数量 是高了很多 即更多企业可以去成立 更多公司成立 其实会看回不是说有很多企业 在香港的情况会大量倒闭的 因为他们的经济环境好等等的情况 是更加鼓励了更多人去营商 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不是失业很严重 反而他们的劳动人口是多了 劳动参与率都高了 尤其是妇女和一些年长人士 会鼓励他们投入劳动市场 其实整体来说 我觉得澳门的情况 都不会出现大家所说的很多负面的问题 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经济环境好 我们的就业情况理想 我们的人资相对紧缺 而且有大量的外雇在这里 再加上我们外雇政策 必须管理得好的时候 其实对雇员的冲击就会更加小一点 其实这里就很看政府在这里的决心 我觉得最低工资是一定要有的 回归初期的时候 我们很难去讲最低工资 原因就是当年我们的经济环境 实在比较差一点 但是澳门经济发展了这么多年下来 如果我们经济差的时候 又做不到最低工资 经济好的时候 仍然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措施 帮到我们的雇员分享经济成果 又不做最低工资 我觉得绝对是讲不过去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去探讨实施最低工资 绝对是一个适合的时间 亦都可以应对大家所担心的 会出现的一些什么的后果 我觉得是可以 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出来的 就是既改善到我们的薪酬 亦都不会出现大量的失业 或裁员的情况 始终我们的经济环境是比较理想的 张先生对于这个观点你怎么看呢 好像刚刚你事先说的 其实本身澳门的劳动力 一点多的失业率 你哪个地方还能找到 其他地方已经是全民就业 那前提下 你说最低工资实行了之后 会对劳方有很大的压力 还是对于药社群体有很大的压力 其实我觉得是不太存在 而且看其他不同的工种 有多少是低于30元以下 其实是为数很少的 总体来对于劳动成本 例如刚刚本身 我们这次法案所讨论的两个工种 他们可能本身劳动成本 是占得比较高的百分比 但对于整个劳动市场来说 其实不是那么多行业都占那么高 所以它在营运成本 劳动成本本身占的百分比 又未必是上升那么高 只要它不是借着这个机会 去找一些所谓的理由 去找大家去赚更多的钱 提高很多的格价 其实即使带来的一些通胀 不会因此而好多 总体来说 如果是这么严重的一个升幅 我相信这个法案本身 所定的金额 劳方立法会有多少脂肪的群体 脂肪那边是过不了 加上特区政府 我相信即使科学施政不太透徹 但我认为它会简单地数好计算 它大概知道 在什么情况 在什么程度 没有那么严重动摇 如果政府去到一个检视 觉得那个数码 仍然会对社会有那么严重的影响 其实我认为政府 真的不会过得到 所以我不担心 现在30元 甚至乎再提高多一点 然后就会导致 我们社会很大的通胀压力 或者是全面的劳动市场 有一个庞大的提升生成压力 我认为如果真的出现这个现象 都是资方找个机会 好的 其实我们也知道 这个检讨机制也是从两年一检 变为一年一检 那么资方代表也是认为 如果这样的话 他们也是直接导致的物业管理费 是从两年一家 改为一年一家 对这个观点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每年一检 我们觉得是必须的 因为看回我们雇员的薪酬 都希望可以每年检讨一次去调升 去真正应对我们的通胀 带来的压力 现在我们每年通胀的指数 其实都挺高的 物价 租金 楼价这些 即使是我们一些 可能中产收入 或者是回归之后 我们改善收入的雇员 都深深感受压力 可想而知 这些低收入的雇员 其实他们在面对物价飙升的情况之下 他们的压力更重 如果你两年才一检 意味着就是 他们可能两年才可以调整一次薪酬 我觉得是不能够助他们 去真正应对通胀 所以每年一检 我觉得是必须的 好的 今天多谢张先生 以及李议员 参与我们的议题讨论 也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议员讲坛 我是宋雪亭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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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